今天就和新手去露營了 順便說新手去露營有什麼注意事項 包括是...嘩頭不得了 包括是怎樣選擇一個露營地點 適合要戴備或者買什麼露營用品 在煮食方面選擇什麼類型的食物 會比較容易煮、容易處理 快點有得吃的、又飽逃的 一次過介紹就是給大家 就給一些準備入坑 入露營坑的人參考一下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你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問一問我 或者可能已經有其他人問了 很多新手都會有類似的問題 可以大家在下面 不過說真的那句 我自己都很少跟新手去露營 希望不會出現什麼大問題 不過今天我就要自己在馬尿水碼頭出發 因為我早上要上班 所以比較近馬尿水 其他人就會在黃石那邊出發 黃石那邊去塔門就很快 半個小時船就到了 我這邊就要過半小時的 一會兒上船 還是先睡一睡吧 來到塔門其中一大特色就是海膽炒飯 和冰鎮奶茶 這個100元的海膽炒飯 其實飯炒得挺好吃的 海膽也有很多 不過就不會預期的海膽 像你平日吃日本的那樣的香 好 說一下怎樣選擇露營地點 新手裡最著重的就是位置 交通方不方便 以及一些水源的問題 其實最簡單就可以上漁護署的網頁 那裡就會收到所有的露營地點的資料 包括了一些位置資訊 以及很重要的水源 以及一個衛生設施的那一欄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就最好留意選擇一個有寫著 標準洗手間設施的露營地點 通常那些露營地點的水源都會寫著是水喉 即是說可以有水龍頭拿水的 這一類型的營地普遍的衛生情況都會好一些 也都定期有這個清潔工人會去清潔的 另一類就是寫著刊廁、溪間、季節性水源 那一類的營地就會比較偏僻一些 拿水也都要去河流拿的 如果大家想去這類型的營地 那我見過有些人是會自己帶水進去 或者如果你真的馬上去河流拿水的話 那就要帶多些裝備去清潔水 交通方面呢 西貢有幾個營地是非常之方便的 基本上一下車就到營地了 包括了有水浪窩、大網仔、宜庭營地 北潭茂、大灘、黃石營地 荃灣、大武山那邊呢 都有一個叫做扶輪營地 扶輪公園 還有一個是全錦營地 但是因為太方便了 所以放假這些地方 通常都應該會超級多人的 大家如果想去的話呢 如果一大群人去的話 就可以早點進去 或者分批進去 有些人是要搭船的 好像我們這次的塔門一樣 除了塔門外 還有灣仔西、灣仔南、東龍島 這些都需要搭船 而很多都會在黃石碼頭上船的 好大風啊 吹到頭暖了 累死了嗎? 累死了? 還有一段路 你剛剛才上斜一點而已 你看它走到 這裡 這裡 這裡也是窄到的 那是不是岩蛇尖啊? 可能是 So pretty 是啊 是啊 新手露營場真的超級多人 你知道我平時沒有去開這麼大路的東西 突然來到就很不習慣有這麼多人 因為一路上面那些都是斜路 所以都沒有辦法可以 窄到營 太斜了 所以我們唯有就 這個位置頂住 周圍的旁邊都 沒有啊 基本上嶺的位置都被人霸了 連入到裡面都 有些中國的同胞 有些地方 可以 小心 會弄斷 有個線 小心啊 不要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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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呢 現在這麼說話 剛才發現了 有些東西 就是綁錯骨 有一條短的骨就放在主要的形 所以現在就要換一條長的骨 然後短的骨就放在Fly上 即是剛剛有一支其實是Fly嗎? 是的 但是之後我們發現問題是不單止那麼簡單 因為塔門這裡很大風 所以我躲進一個形中說 剛剛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我們搞了差不多半小時至一個小時 就是起形的問題 那我的型就沒問題的 是我朋友的型 因為他們是租露營用品的 即是一個package 包了所有東西 那他們的型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就是他們本身是一個三人型 其實就像我們這個型 有一個內障 然後再跨了一個前廳 所以總共有三支骨 包括有兩支骨就是內障的 就是有一支骨動起前廳 然後呢 因為那間公司可能搞錯了還是什麼 在前廳那支骨 他就給了一個四人型的骨 那四人型的骨 那四人型的骨就長一點 就長了一節左右 那實際上就是那一節呢 令到沒有辦法可以 可以刺到入兩邊的洞 就現在呢 前廳就塌了 那支骨就刺了出來地下 那我們亦都聯絡了那邊的公司 不過他們就在WhatsApp處理中 那再看看 現在我幫助他們的做法呢 就是 盡量在旁邊所有 有索帶的地方 有得拉出來的地方呢 都拉行它 然後就落一支營釘 因為探門這裡真的超級大風 那所以希望可以頂得到今晚 如果真的出現了問題的話呢 那我今晚再update大家 就選吧 探門這裡真的超級大風 如果你不喜歡這麼大風的呢 選一個另一個定地 選一個灣仔 你來得探門就要有很大風的心理準備 剛才我們就千辛萬苦 就設了一個營飽的桌子 那現在我同朋友就去了拿水 之後就開始煮一下野食 慢慢準備晚餐這樣 好 這個人表示他可以自己一個人去放風陣 看看表演了 很差勁 有牛啊 他吃你這麼高水 OK啊 OK啊 OK 不是OK啊 嘩 真的放到啊 不是應該可以再高一點嗎 好啊 現在這個就是我們的 開始了 包括了這個 海大豆腐麵絲湯 還有這個清酒煮蜆 嘩 吃東西啦 這個就是金菇豚肉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其實這裡有很多個營 然後到處都會掛燈出來 甚至乎會播放阿哥 好像開派對一樣 就是這樣 剛才就又有一個小插曲 就是灑了一場過雲雨 我們剛才就本來在一個 因為為了避風 就在我們營的後面 突然之間 就真的無故超大雨 我們就倒石榴蟹 把東西搬進去 那個營 幸好我們這次又帶了 有前廳的營 那就可以暫時 叫做躲進去 然後個人雨就很快 我想十分鐘就完結了 那現在就放在那個營前面 希望不會再下雨 這個真是 訪問一下我們新手 新手在那邊 新手你啊 很驚險啊 你這次的體驗是否超特別 我可以的 是有些突然 有牛走過來之後 突然之間很大雨 不知怎辦 就趕快半夜 很驚慘啊 以後就可以 以後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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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時間是 11點4 我們還在煮這個 我們在6點做11點 沒錯 煮了幾個小時 每次都是這樣 其實我們每次都是這樣 真的 真的煮到12點 對 真的 現在的時間是12點9 他們剛剛去廁所洗夜 有一點時間說話 到目前為止 都 有一點點 我是失了預算的 下雨 還有 因為我來到探門 探門大家知道 有牛 衝一下一段時間 就有些牛襲擊我們 我是拍不像給大家看的 本來都想拍 但因為這隻牛 無故衝過來 咬我的膠袋 然後又想找東西吃 很多東西是 我們意料之內 意料之外 sorry 我朋友的營 又起不到 骨頭又錯了 所以就 沒辦法像平時的VLOG 拍得這麼漂亮 給大家看 等等 水滾 變成這次好像一個Documentary 有一點點是 真實一個新手去露營 有機會出了很多問題 然後就 究竟我們怎麼解決這件事 所以可能這條片 我也很BEO 還有我不知道那些風聲 可能這裡因為很大風 有機會是 全部都收不到 我希望不好 回去炒了 港女呢 看到海 就說要做Morning Yoga 你看看她在做什麼 你快點隨便做個動作 先試一下 這樣不是Yoga 小姐 這樣也要喝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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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 這個人真的不行 這個人 另外BONUS說多一點 如果你是租借露營用品 會建議除了最基本的套餐之外 可以買多一點東西 令露營體驗更好 例如枕頭 露營椅 另外也要記得帶濕紙巾 雖然沒得洗澡 但晚上在露營裡抹身 會舒服很多 本身這條新手露營片 我計劃了很多 比較漂亮的鏡頭 但天氣不似如期 不過不要緊 我的頻道還有其他旅行影片 如果你是新手想看的 可以按進去看看 喜歡這條影片 就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把這條影片分享給身邊 新手露營朋友 我是Dixon 按進去頻道看看 啦